接下来是我们的重点 位于跟陆靖长 这是我们的重点 然后在确实讲位于跟陆靖长之间 要先讲的叫做相对位置 请你现在思考 你如何描述大佛 大楼 太空梭在哪里 你心目中想 如果问你说大佛在哪里 你会怎么讲 问你说大楼在哪里 你会怎么讲 你心目中先问自己 你会怎么说 OK 理论上你心目中会呈现的说法 就叫做所谓的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需要有个参考点 有个基准点 然后告诉我 我离参考点基准点的距离 跟方向是在哪里 然后就把它描述出来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理论上你们在数学学过 就是所谓的坐标系 你们在地理也学过 类似这样的事情 今年的106年的会考 就考了一题 这种相对位置 社会科考虑相对位置的题目 好看 你写这样 你最后会写到 这是让你地理交过的 要有一个相对位置 要有参考点 要知道方向跟距离 比如说 我们说太空缩在大楼的东方十公尺 佛像在大楼的西方五公尺 像是图上面 佛像是在大楼的西方五公尺 太空缩在大楼的东方十公尺 那么这个都是以谁当参考点 大楼 以大楼为准讲出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改参考点 现在我们说佛像是在太空缩的西方十五公尺 佛像是在太空缩的西方十五公尺 那很显然你看到了 当我们的参考点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所描述的位置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就要相对位置 相对于参考点 我在哪里 所以就是所谓相对位置的概念 所以我们课本就问了一个问题 纳利台风中心位置在宜兰东北方102公里 第一个问题是问 这个叙述里面是以谁当作参考点 这个叙述里面 这个叫做可爱小女生 No.10 10号 10号大小姐 起立 来这句叙述是以谁当 你可以遮住没关系 可是你还是回答我问题 谁当参考点 在宜兰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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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当参考点 宜兰 宜兰 很好 请坐下 当然就是用宜兰当参考点 好 那情车战界问 那如果改用恒春当参考点 我们所描述的东西会一样吗 这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我刚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好简单啊 好吧这个人问他也没关系啦 22 22 22起来 你可以遮脸没关系 可是你要起来 回答我 有没有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啊 请坐 参考点不一样 当然就不一样啦 基准点不一样 相对位置就不一样 如果你改用恒春当标准 变成在恒春北北东方 250公里的海面上 OK 这就是简单小问题 那再来一个简单小问题叫做 有人迷路了 然后告诉救难人员说 我看到大坝尖山的主峰在我的西北方 那请问你 搜救人员要去哪里搜救他 相对位置 相对于参考点 他去哪里搜救他嘞 我们请可爱的小女生叫做 百二号 八号 八号 大坝尖山在我的那边 那我要去哪一边找这个人 五 四 三 说什么 你说什么 东南方 谁的东南方 大坝尖山 请坐 大坝尖山 东南方 相对位置嘛 我讲 我讲大坝尖山在哪里 是以我当标准 所有人员是要以大坝尖山当标准 所以是往大坝尖山 东南方找队员 就是我们问的简单小问题 他那叫做相对位置 OK 我们修正将对位置 对位置